世界杯开罗 啦啦啦啦啦啦啦,你问我做着吗? 第十九届世界杯,在2010年6月11日开罗了 我现在做足准备,参与这场全球最大型的赛事 咦?不知道世界杯是什么运动的比赛? 2010年世界杯在哪里举行? 哪个国家参与了这么多届的赛事? 哼,让我足球小子慢慢告诉你们啦 四年一次的国际盛事 世界杯是规模最大 水准最高的国际比赛 它正式的名称叫做世界杯足球赛 是一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男子足球比赛 世界杯和奥运会一样 都是每四年举办一次 2010年举办的世界杯 已经是第十九届 即是第十九次举办这一项 这么受欢迎的比赛 每一届比赛都会在不同的地方举行 好像第十八届就在德国举行 而2010年第十九届就会在南非举行 初初举办世界杯那时候 只有很少的国家参加 因为那时候 足球不是那么普及 不是个个都懂的 再加上交通不是那么发达 去比赛的地方要用很多的时间 所以很多国家都没有参加这一场体壇盛事 后来足球越来越受人欢迎 交通都方便了很多 越来越多国家加入战团 想成为世界杯的冠军 小朋友 知不知道哪个国家 领得最多次的冠军呢? 叮叮叮叮叮 就是巴西队了 他参加了这么多届的赛事 总共拿了五次的冠军 好厉害的 彩虹之国 南非 刚才讲到 每届的世界杯都在不同的地方举行 你们记不记得 2010年世界杯是在哪里举行的呢? 没错了 就是南非了 顾名思义 南非就是位于非洲的南部 它有彩虹之国之称的 代表了不同民族 不同肤色的人 和平地聚居在这里 就好像不同色彩形成一条美丽的彩虹似 南非人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会用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帮心爱的球队打气 这东西是用胶做的 有条长长的颈 嘴很大 看下去好像西方乐器喇叭 叫做Vufuzela 你听下他们发出来的声音 像不像大笨象在这里叫啊? 不如一起用它 为心爱的球队打气咯 加油啊! 快乐足球 对哦! 讲了这么久 你们知不知道 足球是一样怎样的运动呢? 足球最早在中国已经有的了 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 叫做速谷 当时的足球叫做谷 由八块皮缝制而成 里面塞满了羽毛的 后来这些用来踢的球 就由实心 演变成为空心 用吹气 代替了塞满羽毛 虽然足球是起源于中国 不过 真正将足球运动发扬光大 成为人人都参与的运动 其实是英国人了 所以现代足球运动 在英国是非常之流行的 后来呢 渐渐就变成全球都这么受欢迎的运动了 足球可以用脚 胸口 或者是头顶控球 但是除了龙门 和宅界外球之外 球员一定不可以用手 碰到足球的哦 如果不是呢 就犯规的了 足球是一项团体运动 两队球队各派出十一位球员出赛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位置 有些负责进攻 有些负责防守 大家合作将足球攻入对方的龙门 射入就得分的了 足球考验球员的体力 控球的技术和团队的合作精神 就这么听都觉得又刺激 又精彩啊 经过一轮激烈的比赛 第十九层世界杯 选出最强的三十二支队伍 其中当然不少得世界杯的常客 巴西、西班牙、意大利等等 不知道你会支持哪一队呢? 哪一队会捧走第十九层世界杯的奖杯呢? 香港时间 2010年6月11日至7月12日 记住留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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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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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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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